美食天堂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美食天堂 我是CC 今天我們要做的這道菜 是一個網友寫信給我們 希望我們可以做的 那就是四川水煮魚 那據說這道菜是一個四川大師傅 他創造的 那最原始的版本呢 其實是水煮豬肉片來的 那故事就是說呢 有一天啊 這個四川大廚的好朋友 去在家看他 可是這個大廚呢 他想說要做什麼給他的好朋友吃 他這個朋友卻不吃豬肉 所以他就想啊想啊 他靈機一動 創出了一道四川水煮魚片來 而從那開始呢 這道菜就變得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CC我今天就要給大家做這道 四川水煮魚片 好的我們開始吧 這邊呢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食材 好的 首先呢我們先來切魚片 我們先使用的呢就是這個螺飛魚 那這個螺飛魚呢其實現在在美國啊 已經屬於是第四受歡迎的魚了 不對是海鮮 第一受歡迎的海鮮呢是這個蝦子 然後第二受歡迎的海鮮呢是這個 然後第三就是吐拿罐頭 第四就是螺飛魚 所以現在非常的受歡迎 那我們切這個魚片的時候呢可以斜切 然後不需要切太薄 大概是厚一點 這樣子呢我們做水煮魚片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破掉 大概是這樣子的尺寸就很好了 然後我們把它這樣切 斜切好 好 而且啊就是我聽說呢現在在美國做這個 四川水煮魚片 使用的大多數都是這個螺飛魚 因為我自己呢也是做過幾次試驗 然後螺飛魚它煮出來的時候呢 比較不容易破 好 感覺有人在切那個日本Sashimi的感覺有沒有 好的那現在我們的魚片也切好了 在這個大碗裡呢我們要煙魚了 煙魚呢它有很多種好處齁 我等一下再慢慢的告訴你 首先呢我們放這個半個蛋白在裡面 然後這個大碗裡放少許的鹽 然後再放一些糖 然後一些胡椒粉 然後這個裡面呢我們再放一些玉米粉加上水 大概是一湯匙的份量 一湯匙的玉米粉加上一湯匙的水 然後接下來呢我要戴一個手套 魚 這樣子比較方便齁 我們就把我們剛剛切好的這個魚片 放到大碗裡來 然後這樣子給它攪均勻 這個煙魚啊有很多種好處 第一呢等一下做出來這個魚的味道呢 它就有底味有鮮味 然後第二呢等一下在煮魚的時候啊 它就不容易爛 它就不容易爛 而且第三呢 煙過的魚啊 絕對比沒有煙的魚來的更滑更嫩更好吃 好 我們這個魚呢就這樣子 讓全部的料呢都 讓它用的均勻了之後 我們給它醃個十分鐘 那如果你不想要戴手套放筷子 用筷子醃也是可以 可是我怕就是用筷子醃啊 它那個比較 會把這個魚容易把魚弄破 所以我就用手抓 好我們現在的魚呢就放在這邊 先給它醃個十分鐘 我們到後面先去炒菜 走吧 好的 現在我們就要開動做這個水煮魚片了 首先呢非常簡單的步驟 就是開火 我把鍋蓋放到這邊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等到這個鍋熱的時候啊 我們放大概三湯匙的油 在這個鍋裡面 好 我們就讓它熱一熱 然後這個步驟呢很簡單 我們什麼都不用放 就是等它熱了之後 我們把我們剛剛切好的這個大白菜 大概是六到九葉 然後你就給它切成一塊一塊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白菜放進來 好很多蔬菜 然後還有這個鍾芹 鍾芹呢跟西芹不一樣 是它長的不一樣 而且味道也不太一樣 這個鍾芹呢和西芹不一樣的地方 是這個鍾芹呢它比較細 而且味道非常的方香 它們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鍾芹和西芹 它們的卡路里都是很低 所以有很多的纖維 我們等一下放到這個水煮魚片裡面 一定會很香那個味道 好我們現在就給它炒一炒 好同時呢我們可以放一點點的鹽 不需要放太多的味道 好一點點的糖 好如果觀眾朋友想要蓋一下這個鍋蓋呢 也是可以的 這樣子它就比較容易熟齁 好我們給它蓋一下鍋蓋 給它燜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再燜一燜 等一下這個鍾芹呢 白菜放在下面做底啊 它會有一點鹹味 然後入一點甜味 然後等一下碰到那個 紅油的味道呢 就是如果你太辣了可以吃一點白菜 然後就真的是很香 好 好炒到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把我們的白菜呢還有我們的中型 放到我們準備好的大碗裡 好的那過了幾分鐘之後呢 我們這個魚啊也就醃好了 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魚放進這個鍋裡面 這邊我煮了一鍋水齁 我們把我們的魚片丟進來 我們現在用筷子呢把我們的魚片丟進來 小心不要把這個魚片給用破了 OK好 我們就把它都丟進來 然後這樣子把這個魚片呢一個一個的分開齁 小心不要破了 很好 那這個魚片呢它都分開了之後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火關掉 是的我知道魚還沒有熟 我們現在呢要做的就是把魚給浸熟 大概是三分鐘的時間 那現在它在浸 我們再繼續回到這個鍋裡面 做別的 好 好這個時候呢我們的魚讓它慢慢的去慶熟 我們還是在這個鍋裡面開火 好開火了之後呢我們還是倒進來大概三湯匙的油 這個時候我們把我們剛剛準備好的這個蒜啊 蒜大概是六瓣然後薑呢大概是大拇指這麼大的 都切成末全部倒進來 全部倒進來 然後這邊呢再放上四川的辣豆瓣醬喔 我們放兩湯匙 然後就是給它炒到這個味道香噴噴的全都噴出來 嗯 這個辣味蒜味薑味啊香噴噴的味道全都出來了 在這個同時呢我們會放進去兩杯份量的雞湯 這個是要做那個醬汁齁 好 大概是兩杯的份量 我們把這個煮熟了之後就把我們的魚 挪過來 我可以把這個鍋蓋蓋上喔 這樣子它會比較容易就是起泡泡容易煮熟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呢在煮 然後這邊呢我來看一下我們這鍋的魚怎麼樣了 白白亮亮的魚 白白亮亮的魚 好的 差不多了 好 現在這鍋湯汁啊就是在沸騰喔 我們就把我們的魚呢 轉過來 親愛的你千萬不要破 小心它真的很嫩齁現在好 我們慢慢的把它這樣子 轉移過來 好這邊我大概有兩湯匙的玉米粉 加上兩湯匙的水齁 我們這個鍋呢邊搖 然後我邊把這個 玉米粉加水放進來 一直給它用到黏稠了之後 稍微再放一些 這個黏稠度呢就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關火 然後把這個東西呢倒到這邊來喔 好來 我們就倒 觀眾朋友不要覺得我們做完了喔 好現在是最重要的步驟 好 開火然後等到我們這個鍋熱了之後 我再給它放一些油喔 這個可是非常的重要的步驟啊 要不然呢水煮魚片可是 出不來這個水煮魚片的效果呢 然後呢在這個大碗裡面呢 我們放上面密密武器 密密武器那是什麼呢 我們放大概一到兩湯匙的這個辣椒粉喔 如果您不能吃辣的就放一湯匙就好 那如果你很愛吃辣的話呢 就可以多放一些 噴噴的好好看喔 然後這個是四川花椒粉來的 那這種花椒粉呢在超市裡面都買得到 那CC我呢是自己磨碎的喔 也大概是一到兩湯匙的份量 很棒很棒 這個油呢 我們要等到它冒煙了之後就可以用了 好的 我每次做這個水煮魚片的時候呢 我就特別興奮這個最後的一個步驟 因為它真的是很燦爛 好現在呢這個油夠熱了 因為你看它已經被冒煙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油放上來 哇 噴噴噴噴噴 夠燦爛吧 好的 好 那我們的水煮魚片就做完了 現在來品嘗吧 好的 那我們這個水煮魚片呢 就已經做好了 然後它的這個香味 這個花椒還有辣椒的味道呢 整個廚房 整個房間裡面 都是這個辣辣的味 非常的香 非常的好吃 那我想跟觀眾朋友講的是 這個做法其實是非常傳統的做法 那水煮魚肉片呢 在市面上有很多種做法 那這個做法可是我的師傅 問了另外一個四川大廚拿來的這個食譜 所以應該是真的很好吃 那我們現在就來嚐嚐看 嘿 魚肉片 美美滴 亮亮滴 哇 好嚐一下第二口 嗯 花椒的麻辣 然後這個辣椒的辣味 還有這個紅油的味道呢 真的是太小了 然後這魚肉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非常的滑嫩 因為是慶熟的魚肉嘛 那觀眾朋友不妨也在YouTube上面給我留言 告訴我 你還想要學哪一些Recipe呢 我下一集會盡量的幫大家 就是做這個Recipe 好的 那在YouTube上也請幫我們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我們按一個讚 然後幫我們分享我們的這個Video 好的 那我們下集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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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